近期不少专家对,重推租至,租者至其屋计划,将租住的公屋单位出售级公屋住户。也有看法,我当然十分同意的。而且不者由2003年政府想各自置业资助贷款开始,其实都不断赞文,认为政府不应该在资助置业上退出市场,一年復一年。 直到现在,我每年都有不同的文章希望政府重推租者至其屋。有学者列举数据认为重推租至的得益是可达到4.4万亿元。 这不旁大的金钱可以彌补明日大余的不足。也可以应付未来的财政预算。激活市场亦为政府带来印花税、注册费等收入。 出售公屋更加可以令租户受惠成为业主,助草根成为有资产者。 社会贫富懸殊就会拉近,解决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单是这个优点已经利多于弊。出售公屋令到置业的激活可以产生连串的经济活动。 除法律和金融外,装修、家司等服务业,为不同行业带来机遇,有助提振低迷的经济。 公屋长期都是赤字项目,尤其是楼宁教旧的公屋,卖出旧的公屋,减少政府的赤字,也令行政效益提高。 其实是全民受惠,明日大鱼初步预算要五千亿元,纵使有人认为将来超出预算可能去到一万亿元。 出售公屋可以将公屋这个政策透过明日大鱼救换身,成为一个良好的财务循环。 我同意学者现在所说的,do the right thing,过去等得太长时间。 事实上,远水不能够近火,政府近年缺少短期的供应。 出售公屋也可令到刚需减少。 可以说是一个很显著的方法。 也因为香港人对住屋有要求会想住大些,住好些,会trade up。 普罗大众能够改善居住环境的好处就是可以重建置业阶梯。 重启置业阶梯的重要性就是可以令财富效应的每个层面也享受得到。 香港的贫富悬殊正正是过去置业阶梯断裂。 当社会分配财富的时候,有资产者就会分得多些, 无资产者就会分得少些。 这成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过去十多年我提出有关重推租制,官员都会和我说, 他们因为担忧买了公屋的业主和租客共处一座物业, 而令到管理困难。 我一直也不接受这种讲法的, 因为我认为做官要仍难而想的, 管理的困难是容易过解决土地不足的困难。 最近有人建议解决这个管理困难是可能叫 不去享受优先权买自己居住着的公屋的人。 搬走,令大厦业权归一。 我同意这种讲法, 因为公屋不是一个世袭的财富, 香港的公屋转流量只是百分之一左右, 反映到大多数人都是以一个既得利益者心态 去享受公屋的评租。 不这也是一个在洗自区长大的草根, 我是明白公屋的作用并不是世袭占有的。 这个观念香港人应该改变, 否则公屋就会成为一个无底的心谈。 我同意有些事是要撥乱反正的。 多点 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